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好吧 你將這聲交給我們 讓高高的身體不屑心 直到我們 感見不行 聽眾準備平安 很感恩 在一個禮拜新的工作天開始 我們可以先來到神的面前 在這裡注意做禱告的祭壇 來到上帝神寶座前 因為祂真是我們力量的源頭 祂是我們的力量 神真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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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福分大永遠 神真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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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沒有所愛的 虛然有時候 我身心軟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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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福分它有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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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福分它有永远 到永远 我们再从头来 除了你在天上 我还有谁呢 除了你在天上 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 我也没有做爱慕 虽然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 我身心脉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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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是我的福分当永远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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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倦慕的 除了你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 虽然有时候 我的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 永远不会改变 深圳是我的力量 我的部分都有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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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都有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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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是我的部分到永远 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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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神你是我的力量 主你是我的力量到永远 主啊我知道有些时候 可能我的身心软弱 但是神我知道 你的话语是信实的 主在我软弱的生命当中 主啊要使你 主啊看见 在我软弱生命当中 看见你的钢墙来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是的我们不夸口什么 我们只夸口神啊 在你里面 我们可以支取你无穷的力量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 主啊这星期一的早晨 主啊我们带着神 你给我们的力量 主来宣告今日 这个礼拜是我们得胜的日子 主啊今天是我们得胜的日子 今天是我们从神 支取力量的日子 因为神真是我的力量啊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在天上地下 没有别的名 像你如此真实 如此有能力 没有别的名 能够使我们靠着拯救 主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的主我们唯有靠着你 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 欺负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在这一周里面 主啊你受苦 主啊你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主你又再复活 主啊因着你 我们胜过这世界 因着你死亡的权势 没有办法再来捆绑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主啊主啊 愿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 哈利利亚 是的主主啊早晨 主啊带领我们在真理里面 主啊来敬拜你 来遇见你 主啊带领我们借着圣灵 主啊能够真实的 与你的力量相遇 主我谢谢你主啊 我说除了你在天上我有谁呢 主啊除了你在地上 你帮助我单单的爱你 主啊我谢谢你主啊 我赞美你 你诚然是我的力量 我的福分 我今天要来宣告 主啊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主 主啊你成为我的供应者 主啊你成为我的爱慕 主啊你成为我一切的可慕 主啊我谢谢你主 我赞美你 是的主 你是行奇妙的神 你是行奇事的神 你是创造万有天地的主 主啊我们都在你的底下 祝你的小羊 主啊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盾牌 我们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们 我们想要住在你的殿中 直到永远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开口赞美你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 因为我们爱你 你更爱我们 谢谢主 是的主 早晨我们就要宣告 主你是我们的力量 主你是我们的喜乐 主啊靠燕华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主啊赞美你 主啊我们要开口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的时候 主啊我们就知道你在掌权 你在一切的世上都掌权 阿雷 主啊我们赞美你 谢谢 主啊是的 主啊是的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来定睛在你的身上 主啊让这个祷告的祭坛 是以你为中心的 主啊我们定睛在你身上 就有喜乐 主啊我们看自己 看环境 看难处常常失去喜乐 但是转眼仰望耶稣 就有喜乐 主啊今天这个祷告的聚会 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 让我们在祷告的聚会里 一起转眼仰望耶稣 靠燕华而得的喜乐 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奉主民参与在这个祷告聚会里 每一个你的子民 主啊今天这一整天 我们常常经验 靠燕华而得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力量 谢谢主 在办公室是有力量的 在家庭里面是有力量的 走在路上是有力量的 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面对罪是有力量的 谢谢主耶稣赞美你 愿这一天归耶和华为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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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奉主的名祝福你 这一天 当我们用一个祷告的祭坛 把我们的眼光对准神的时候 靠燕华而得的喜乐 成为你的力量 无论在环境里面我们遭遇些什么 圣经上不是说 靠环境得的喜乐 靠成功得的喜乐 靠顺利得的喜乐 靠健康得的喜乐 如果我们依靠这些而得喜乐 他会失去的 环境会变的 健康不会永远是健康的 顺利不会一直是顺利的 没有一个人永远是成功得胜的 如果靠这些而得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就很微小 因为时而就失去了 但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永远不改变的 因为它是永远不变的 奉主的名祝福你 今天这一天 我们都经历 也操练 让我的眼光 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 即便环境里不顺利 我仍然要定睛在主的身上 因为靠 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谢谢主 几个礼拜之前 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是乌干达来的 穆约翰牧师的一个聚会 在那个聚会当中 我自己得到很深 属灵生命里的一个 翻转跟恢复 我觉得很感恩 有的时候在忙碌 事奉 事奉里面其实很忙 很多的工作 忙到最后 你好像只有时间 看你手上的事情 你只能解决 这一堂的事情 今天有什么工作 这一堂要开什么会 现在在跟谁谈话 你好像只能处理 眼前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 一直都在处理这些事情 事情 开会 事情 聚会 开会 都在这样的事上 那时候你真的会疲倦 因为到后来 你好像钻到工作里面去 那个礼拜 我把台北这边的工作 都放下来 到嘉义去参加 一整个礼拜的聚会 在那个聚会当中 没有那么多的工作 就是来清静神 定睛在主的身上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大的喜乐 里面好像很多的疲倦 很多人讲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但是我想对现代人而言 常常我们需要的休息 不是身体上的而已 更多的时候 是情绪也是要休息 而对一个基督徒而言 我们更能够体会的是 我的灵需要休息 我的灵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等候耶和华 在那个聚会当中 我觉得我最深被摸到的是 每一堂的聚会里面 他们主办的这些同工们 就安排有不同的见证 那个聚会大概有 有九百多人 从全台湾各地 很多的牧者 很多的爱族的弟兄 一起来参加 那北中南东 通通都有 东南西北 那集中在嘉义那个地方 每一堂不同的城市 起来做见证 哇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兴奋 我回来以后 很多同工问我说 康姆斯 你这么兴奋 到底你在兴奋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兴奋 就是看见台湾不一样 台湾真的不一样 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 每一个城市 你都看见神手工 在做工 做工 做工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们常常听到说 神对台湾有一个 很大的祝福 台北市基督徒人口 超过 超过百分之十 然后后来说 在全台湾承认说 我是信耶稣的人 哇 超过 全台湾超过百分之十 很兴奋 但是这些兴奋 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它就是一个数字 哇 超过百分之十 但是这一次在那个聚会当中 你看到的不是数字 而是一个一个 很真实生命的故事 每一个人上台去分享的是 他在职场里面 怎么样经历更新 在婚姻里面 怎么样经历更新 在儿女身上 怎么样经历更新 在侍奉里面 怎么样经历更新 怎么样那个从来没有办法起来祷告的人 可以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祷告 从来不爱读圣经的人 可以一天读十章 读二十章 然后生命里面 因为主丰富进到我们里面 婚姻变了 儿女变了 职场变了 哇 很大的兴奋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台湾 我觉得身为一个华人 无论你在哪里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们一起祷告 你在 也许你在中国大陆 你在东南亚 你在北美 你在欧洲 你在任何一块地方 我觉得身为一个华人 我们很大的兴奋 因为我真的相信 神在华人身上有一个极大的祝福 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们要一起进到 神荣耀的这个应许里面去 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非常多世界各地 神所中动的仆人 来到这块土地告诉我们说 神在华人身上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重要的工作 突破的工作 神有一个特别的命定 但是好像都只是听嘛 但是这次在那个聚会里 我真的看到我们的神正在进行 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一方面是看到很兴奋神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要跟上去 我要跟上去 我不要 我不要当神的工作来的时候 我反而落在后面了 我要快跑跟上去 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跟上去 你知道 我们真的不要像摩西 出了埃及 却没有进到迦南美帝 我们不要像那一代的 那一代的那些 以色列人 面对迦南美帝已经在前面了 却没有办法过约旦河 没有办法进去得应许之地 我跟主祷告说 我们都要像约束亚 我们都要像迦勒 我们要进去得 神命定要给我们的丰富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得呢 在那整个聚会里面不断地提 其实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到处都听到这个词 说主祷告的祭坛 祷告的祭坛 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 一个电视节目 一个祷告的聚会 我们也说我们在这里 主祷告的祭坛 但是到底什么是祷告的祭坛 这个礼拜很想跟你分享 什么是祷告的祭坛 祷告的祭坛 到底怎么样带我们 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呢 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一个圣经里面 最明显的一个见证人 怎么样透过祷告的祭坛 带着他进到神 应许要给他的那个丰富 那个应许之地 那个迦南美地 我要跟你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请你跟我读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 如果你有圣经一起来翻 然后你把它记下来 这段经文太宝贝了 因为这段经文 不只是给亚伯拉罕的 如果这件事情 只跟亚伯拉罕有关 写在圣经里面干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一个 跟亚伯拉罕有关的事情呢 我们读圣经是因为 神是信实的 他做事是有属灵的原则的 什么叫信实 信实就是 他的原则不改变的 亚伯拉罕照着他的原则 尽到祝福里 你我照着他的原则 照样尽到祝福里 否则我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我为什么要去读一个 跟以色列有关的事情呢 我明明是一个华人 因为神不偏袋人 神在圣经里面的 每一个应许 是给历世历代 各地各方 每一个属乎他的子民的 所以你要看 亚伯拉罕怎么样透过祭坛 尽到祝福里 我们要找到 那个属灵的原则 十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向亚伯拉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拉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竹了一座坛 熟悉圣经的弟兄 怎么一定知道 亚伯拉罕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行动 就是当神对他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然后他就在那里 竹一座祭坛 然后呢 每走一个地 走一个地方 神对他说 重新宣告说 你向左向右向左去看 观看 我要把这块地给你 每一次神这样说 他就在那里 竹一座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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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走到哪里 就在那块 神粮给他的地方 不断地竹祭坛 竹什么样的祭坛呢 刚才这段经文讲说 他为耶和华 竹了一座祭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原来这个祭坛 其实上帝在乎的 不只是那个坛 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然后上面摆的是 什么样的祭物 上帝要的是一个 祷告的祭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一个祷告的祭坛 这是亚伯拉罕 带着属乎他的 他的妻子 他的家人 一起进到应许之地 一个重要的行动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 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策略 那个策略带着他 进到神应许 要给他的祝福里面 主祷告的祭坛 但是这里 你说有啊 我也有祷告 我们常常有祷告 但是什么样的祷告 是可以进到应许之地的呢 亚伯拉罕的这一个行动里面 提醒我们一件事 他讲求告耶和华的名 你知道成为一个华人 我们读华文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中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多版本的圣经 各种语言的圣经 很多人都在讲说 中文是一个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 它的翻译是很准确的 这里很多的圣经都只翻出一个求来 但是这里面讲到说 这个祷告的祭坛不只是一个求的祭坛 是一个求告 其实求告在原文里面 它其实是翻出了原来意思里面的一个丰富来 那个祷告不只是求 求的祷告我们很会 主啊 保守我今天的工作 保守我今天的喜乐 保守我的健康 保守我的儿女 我们很会求 但是在这个祷告的祭坛里面 它还有一个意思 是告 那个告是什么呢 是宣告 是一个宣告 我们要学 亚伯拉罕主义做祷告的祭坛 不只在那里求 祂在那里宣告 宣告什么呢 宣告这一块地 是上帝给我的 祂宣告 你知道那个宣告是带着权柄的 因为这是神应许的 如果神没有答应给 你在那里胡乱那里喊 也没有用 但是神答应给了 我要不要在那里常常宣告说 这是我的 这是上帝给我的 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们要一起学 这个宣告很重要 那个宣告是什么 那个宣告好像是 逐一个 逐一个祭坛 好像插一个旗子 在台湾我们大概常常能够体会 有一个岛叫做钓鱼台 那个钓鱼台常常是 台湾跟日本中间的一些冲突 因为日本人说是他们的 台湾人说是我们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 你记不记得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民意代表什么 就弄一条船 然后就开到钓鱼船 钓鱼台那里去 然后就想办法进去 然后进到上面去 就插一个旗子在那个地方 后来被日本人发现 就把那个旗子拔掉 我们又去插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 很多人讲说 好无聊 干嘛这样去做 不是耶 其实那是一个宣誓主权 插了一个旗子表示 这个是我的 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这是我们的宣誓主权 你知道祖坛就是宣誓主权 那个宣告 宣告这一块地是上帝的 而且是上帝给我的 宣誓主权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 有一条街 那条街被称为老街 那条街是不可以随便猜的 不可以随便猜 因为它算是 比几级的古迹 但是那个房间 已经非常破旧 而且根本没有人住 荒烟满草 那个草的长得比人还高 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 她们几个小女生胆子很大 常常那个墙都已经破了 她们就从那个裂缝里面 跑进去 在里面玩躲摸摸 然后我们常常都跟她讲说 不可以去不可以去 也很危险嘛 里面草那么高 万一里面藏了蛇 藏了野狗 甚至有一些坏人 如果躲在里面 一个小女孩去 你就是很 所以我们每次都要禁止她 不准她 不准她 那小孩就这样 你越不让她去 她就越要去 然后就有一堆小孩子 在那里面玩 然后有一堆野狗 在那里面 有一天突然不一样 那天围起了铁的竹笠巴 围起来了 围起来之后 他们就进不去了 进不去之后 过没多久就发现说 一个建设公司 把它买去了 然后他们申请下来 可以改建了 然后呢 外面人就进不去了 因为那块地 是有主人的 我就记得 那个建设公司 在那个墙上 很大的一个公告说 我们是某某某建设公司 我们已经买下 这块土地 现在已经申请核准 我们要开始进行 这个改建 闲人误入 因为那是他的 那叫宣示主权 这块地不是没有人的 这块地是有人的 所以他们在那里 宣示主权 你知道亚伯拉罕的 足坛是什么 是宣示主权 这块地不是没有人的 这块地是耶和华上帝的 这块地是耶和华上帝 给我们的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 一起来学这样一个功课 宣示主权 每一天 为我自己这个人祷告说 我这个人 是有主人的 我这个人是上帝 用保血 重价 买书回来的 撒旦不可以在我这里面 如入无人之境 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 这边弄一块 那边那块 当那块没有篱笆的时候 没有主人的时候 谁都可以进去 狗也可以进去 人也可以进去 小偷也可以进去 如入无人之境 因为没有人管 但是一旦围起篱笆来 别人就进不去了 因为那是有主人的 我的生命是有主人的 为你的婚姻祷告 你不要一直看问题 一直看难处 用祷告煮一个篱笆说 我的婚姻是有主人的 这个婚姻是上帝粮给我的 他为我持守 用祷告煮一个祭坛 用祷告煮一个篱笆 每天到办公室 煮一个祷告的祭坛 说祝是你带我到这个公司来的 是你把我放在这个办公室里的 我在这里是有主人的 主在这里要掌权 在这个地方 撒旦仇敌不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求主是恩 为个人 为婚姻 为儿女 你一直担心儿女 你不要担心儿女 你每天一直看他的问题 你就越看越灰心 试试看 为你的儿女 组一座祷告的祭坛 宣誓说 儿女是神给我的产业 这个产业是神给我的 好像亚伯拉罕说 这块地是上帝给我的 你就组一个祷告的祭坛 天天宣告 我的孩子是属乎上帝的 上帝负他的责任 仇敌 你不可以用坏习惯捆绑他 你不可以用毒品捆绑我的孩子 你不可以用电视捆绑我的孩子 你不可以用背逆捆绑我的孩子 因为我的孩子是有主人的 宣誓上帝的主权 从个人到家庭 到职场 到教会 到城市 到国家 求主是恩 然后我们组祷告的祭坛 这个礼拜我再说 我们都很会求 但是我再读这段经文 给你听 亚伯拉罕为神 筑了一座祭坛 求告 耶和华的名 宣告 耶和华的名 宣告 这块土地是属乎耶和华上帝的 他的名在这里 就像 那个建设公司 在那个墙上 宣告说 这一块地 是某某建设公司 我们的名字贴在这里 因为这是我们的 我们要说 耶和华上帝 你的名字在这里 这个人 这个孩子 这个家 这个公司 这个城市 这个教会 是属乎主的 好不好 弟兄姊妹 我们就来开口祷告 好不好 为自己 今天 为自己 为你最担心的事 你来宣告说 主啊 把我的婚姻交给你 把我的儿女交给你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然后请张魁林 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神面一起宣告 求告耶和华的名 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我们宣告 主我们是属你的 主啊 不管在我们各方面 职场 主我们的生活 我们各方面家庭 主我们都是属你的 主啊 主我们要宣告 宣告 主啊 我们是属于主 也属于主 谢谢神父亲 在我的婚姻 在我的婚姻 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城市 宣告 祢的名字 谢谢神 谢谢神 主啊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宣告 主我们是属你的 主啊 不管是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生活 主啊 我们的职场 主我们的侍奉 我们各方面 我们都是属主的 耶稣基督 是的让你掌权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主啊 是的我们要向 撒旦宣告 撒旦不能拦住 我们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是属你的 谢谢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神真是我的力量 阿们 弟兄姊妹 神真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一起用祷告 来逐一座祷告的祭坛 让上帝的力量 进到我们最忧虑的世上 不要停留在忧虑里面 宣告神的主权 上帝与你同在 神真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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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